一份跨越两大洲上万公里的爱心防疫礼包 从厦门外国语学校祭出辗转数月 最终于6月5日抵达法国阿兰沙尔街高中 半个多月后 两校通过云端互动 再续这段跨国情谊 6月的厦门交洋似火 复课近三个月后 来自厦门外国语学校的管弦乐团 在教室内反复排练着生命万岁 一首气氛热烈的歌曲 蕴含生生不息的力量 学生们准备通过云端 在线传递给刚复课不久的 法国阿兰沙尔街高中师生们 就像他们之前筹集1200个口罩 还有茶叶 棋盘 棋书签等 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心礼包 送达这所姐妹学校一样 再次把真诚的祝福送给远在法国的朋友们 尽我们的微博之力 去为法国的有效 为法国就是送上自己的一点帮助 希望能让他们在此次疫情中的生活 就是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变得更好 回忆起疫情前 法国朋友来到厦门互动学习的时光 王淑宇至今难忘 自2010年厦门外国语学校 与法国阿兰沙尔街高中 缔结为姐妹校 十年来两校师生互相来访交流 并入住当地学生家庭 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厦门外国语学校的学生 十分挂念法国朋友 去年刚刚去过这所学校 所以同学们就非常志花地 想所了解一下 这所学校的同学们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一开始 只是用语言 通过音乐 这样的一种方式 表达和传递 我们同学们 对他们的关切和爱 那后来同学们又想 觉得还要再进一步 光用语言的表达还不够 还要用一些行动来表达 因受疫情影响 厦门外国语学校学生们 筹集15公斤爱心防疫礼包 在继往阿兰沙尔街高中的途中 一波三折 最终辗转通过空运的方式 由厦门研发防疫产品的企业 送达法国师生手中 6月22日 法国全境全面复刻 第二天 阿兰沙尔街高中的校长 让弗朗索瓦·莱沙赫 主动提出与厦门外国语学校校长 谢慧视频通话 期间 他首先表达了谢意 同时提出 在这个特殊时候 通过网上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希望未来 两校能够在远程教学上取得突破 这次也想说双方校长通过这样的一个连线 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网课要怎么来开展 然后这个项目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也就是使得我们两校之间的联系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而中断 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下 厦门外国语学校与法国阿兰沙尔节高中 尽管暂时中断了线下的往来 但云端的互动对话 终将延续两校师生的情谊